新闻暖暖包 新闻暖暖包 我们曾经在单云当中深入探讨过老人失智的问题 那么其中很重要的是谈到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同时维持失智老人的人际关系 以及他们的社交活动是相当重要的 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在日前就跟一家超商合作 推出了一个叫做及点了咖啡馆 那么这个咖啡馆让失智长者去当实习生 不但可以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失智老人 也让老人家充实自信 今天我们就连线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 林世宏执行长来分享及点了咖啡馆 执行长您好 是的 主持人好 还有全国的各位听众都好 是 首先想请教执行长 这个及点了咖啡馆大家听了我觉得蛮特别的 为什么会想要持这样的一个名字 其实是刚好我们最近有拍了一支 有关于失智症的广告 那我们这支广告其中呢 有一个长辈他就是一直重复在问 现在几点呢 现在几点呢 那因为失智症其实很多长辈的症状 就是会去重复同样一句话 然后我们只是用几点的这样子的一个发想 然后刚好我们在设这个咖啡的时候 咖啡馆的时候也想了蛮多的这个名字 突然间想到说我们不是一直在强调 长辈他会一直问同样的一句话 那我们影片里面那个长辈一直问的那句话叫几点了 那其实我们找过很多都被人家注册过了 只有这个几点的没有人有 然后又蛮符合我们失智症长辈的这个状况 然后这个名字如果要去深入的去解释 他还有蛮多的一个创意 所以我们就直接注册了几点的咖啡馆 那从想到开始要用这个咖啡馆 让这个失智长者能够进去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构想 中间大概花了多少时间 然后才能够真正推出这样的一个几点的咖啡馆 好 其实我们在差不多去年的八月的时候 我们因为我们正在筹备新的团体家务 失智的团体家务的一个照顾空间 然后我们在思考的是 如果在那样的一个照顾空间里面 我们是不是有多余的这个地方 让长辈能够开一个小小的咖啡馆 然后白天的时候 不管是在我们那边的日间照顾中心 或是家务的长辈 他们也可以在那边卖卖咖啡 然后看看有没有长辈的家属 或者是有关于失业症的这些照顾者 想要来这边坐一坐 然后后来发现说 其实受限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空间领域 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好 那顾客的顾客群的部分也可能会少了一点 所以我们突然间就想到说 日本那边有这样子的一个 有个失智证的一个餐厅 然后让我们也有蛮大的一个发想 所以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调整说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友善的社区里面的商店 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 是不是把这样子一个咖啡馆呢 就是设在社区里面 让更多更多的人呢 藉由这个咖啡馆的一个运作 来了解失智证的长辈 他们其实还有很多的能力 不过想要找一个社区来跟我们合作 这个东西可能谁愿意答应呢 那你要找什么样的一个地点来设立 其实都是一个困难吧 我们在寻找过程当中 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其实是这么说 我们在社区里面 社区一般的大众对于失智证的认识 我们现在还是停留在 它的症状的表现 然后基本上只要是在家里面 被照顾的长辈 或者是在机构或者日照 被照顾的长辈 其实他们出来 跟一般的人群接触的机会 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少 自己照顾的 我们会担心他出来 可能会走失 那出来之后他可能 我们都认为说 私随症的症状他会有点混乱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难控制的状况出现 所以我们就不愿意拿出来 那在机构里面的呢 其实更困难就是没有一般的 没有多余的照顾人力 根本不敢把它跟社区里面的 这商店来结合 所以大概很少人有这样子一个 一个能力 那我们考量的 其实也很担心就社区里面的 商店他懂不懂 是任这样子一个长辈 其实他还有很多的能力 他还有很多的功能 那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所以一开始要谈的时候 当然就是我们提出来的时候 有一些超商他 或者是一些社区里面的商店 他们会觉得害怕带来困难 带来那个困扰 然后害怕说长辈来了之后 他们又要去跟顾客那边 按耐好 然后因为长辈有时候很不可控 那还好我们最后找到的 这个有三商店的部分 他是一个连锁的超商 然后他们的这个店长呢 非常非常的体贴 就是说他觉得实质证长辈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来到他们的店里面 做实习的话 其实可以为店里面呢 就是带来比较不一样的一个 一个活力的注入之外 他们也可以让自己的店员 多了解一下实质证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他们跟他们谈了之后 他们就很开心 就是说他们觉得跟我们可以试试看 所以我们就先从一个礼拜一次 然后一次一个小时开始试 那目前大概已经有一个月的营运的时间了 哦是 那像我们这些参与者 这个实质长者 他们当然一定要做一些实质的训练嘛 那对于这个店长来说 他一定会觉得说 我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是可能我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要来训练这些实质的长者 他们是不是在训练过程当中 也是相当的困难 要花很长的时间 基本上是这么说 是我们先去跟店里面的店长 跟员工全部的人上过 实证的长辈的症状表现会是怎么样 然后要怎么样跟实证长辈沟通应对 先跟他们上课 上完之后换长辈过来之后 他们来教长辈怎么样去操作 简单的这些店里面的机器 比方说其实我们会先从这个最简单的 不复杂的工作让我们的奶奶们做起 那我们现在做的就是 因为是几点的咖啡馆嘛 咖啡机的操作对他们来讲 就是几个按钮 那对于奶奶来讲 应该是能力上面我们会去做评估 那第二个是有关于奶奶的 他们在应接客人应对的技巧 我们常常听到就去了之后 店长就会跟奶奶们排斥一排 跟奶奶们叫欢迎光临 谢谢光临 然后奶奶们他们就站在店门口一排开始练习 所以这些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商店里面的这些 员工也好店长也好 对于是日证长者的包容跟耐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正面的一个效果 是 那其实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几点了咖啡馆 已经实施了一个月了吗 是不是 是的 所以这一个月的时间看起来 不晓得我们基金会这边有发现 说参与的这些爷爷奶奶 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那来了几点了咖啡馆的这些一般的民众 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吗 是 基本上是这样子 很多人问我说 那个长辈对于这样子的训练过后 对他的这个症状有什么改善没有 其实我会常常回答 不管是周到的朋友或是媒体朋友 常常讲 就是说其实长辈隔天 他就忘记他昨天有去上班 是 真的 但是呢 对我们来讲呢 就是对我们来讲说 那个当下 那个当下长辈是开心的 那个当下长辈是有成就的 包含他端一杯咖啡 或者是售出一杯咖啡 或者是帮客人结一个账 那在那个当下里面 他是感觉到他有存在的 那做了这一个月来 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就是说 很多的长辈欠缺的 就是我们给他更多 跟人群接触的机会 那他的推化速度 可能就会比较快一点 那我们也希望营造 友善的社会的气氛 跟社区的一个概念 所以想借由这样子一个 大龄的一个 极点的咖啡馆的部分 初期的建制 然后慢慢的去复制 慢慢的去复制 是 那未来我们 现在我们的这个 极点的咖啡馆的长辈 大概有多少位啊 我们目前有六个 有六位 所以年纪都是有一定年纪吗 我们从85岁到98岁 最年轻的是85岁的 是 最老的是98岁 那基本上我们 现在是一个礼拜一小时 慢慢的会去试 长辈的体力跟状况 然后去做调整增加 那未来呢 因为我们的基金会 在嘉义县市 大概有七个日间照顾中心 我们也希望 七个日间照顾中心 附近的这些相关的商店 都可以提供我们这样子 基点的咖啡馆的一个运作模式 那打造出 另外的一种 在社区里面 失智症照顾的形态 可以让长辈去做 这样的一个生活附件的地方 是 不过刚才执行长特别提到说 这个是一般的民众啊 或者是社区的民众 能不能够 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 去进一步了解到 这个失智老人 他们的一些情况啊 那像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月 你觉得说一般民众到这边来 可能也许就刚好是 大龄的实行生 大龄的长指长辈 爷爷奶奶在帮他们弄咖啡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 去等候吗 他们会不会觉得说 很不耐烦 或者说 怎么觉得怪怪的 就这么老的一个 爷爷奶奶还来这个地方打工 他们的反应会不会觉得 我们一开始也担心 担心 因为有些 顾客可能就是 时间上面有一些匆忙 那会造成 他对这个服务上面不满意 所以我们在这个店的一门口 我们就写说 这店里面呢 我们提供 10日跟长辈的大龄实习生 请给他们一些温暖跟鼓励 那我们这四个礼拜 一个月的实习 其实我看到的是 我们社会上面 很多的顾客来了之后 看到这些长辈 他们是真的是非常包容 而且很开心 长辈帮他们 做这样的服务 所以一开始的担心 当然就是会了 不过绝大多数 我们看到的 都是对这样子的一个长辈 非常的友善 那未来我们刚才说 七个的这个中心的附近的 这个希望能够跟友善的商店 再继续去做一些结合 那有没有说想在更多的地方 比如说如果有能力的话 甚至说也许其他的单位 能够一起大家来交流 一起彼此有更大的 一个合作的一个机会呢 是的 我们现在只是在 我们这一个加异地方 运作这样的一个模式 如果这样的模式 发现是在全国 其他的各个县市 都可以被复制 而且这个相关的商店 慢慢的都有建立起这样子 跟市政政府长辈的一个合作机制的话 其实全台各地 未来都会有极点的咖啡馆 我们都很热意 跟大家一起共同来做这件好事 好我们也希望 如果说是听众朋友 您有一天到了这个超商去 点咖啡的时候发现了 这个地方变成了极点的咖啡馆的话呢 请看家了 他那边有挂着极点的咖啡馆 如果送来的呢 就像一个开奖一样 你可能点的是一个拿铁 但是送来是一个美式 那是一个非常的惊喜吧 是充满了惊喜 但是是很温暖的 是没错 我们也希望啊 这个极点的咖啡馆 能够在各个地方 能够多开设几家 让大家一起啊 我们都来一方面 是能够关心时至老人 一方面给他们一些鼓励跟支持 今天非常谢谢 天主教春华圣母基金会 李世红执行长 谢谢执行长 谢谢您 谢谢执行长 也谢谢所有的听众 跟我们一起 给这些世界政策的长辈 多一些关心跟关怀 好的 谢谢执行长 谢谢 好 拜拜 再见 谢谢执行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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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执行长达